雷电风云花草木 东南西北虫鸟鱼 喜怒哀乐茶汤酒 川江河海日月星 汉字相声 冯一纲咬文嚼字 道就是路 道路铁道 或是水流的路径 下水道河道 也指途径方法 门道反其道而行之 引申为学说主张 传道 志同道合文以载道 说话用语言表示 道贺道歉一语道破 还可以用来指记忆 像是查道一道 纪下学宫 是战国时代的 齐国所办的官方学府 招揽天下名士 儒家道家法家等各家学者 都聚集在这个地方 自由讲学 写书辩论 成为战国时代的学术中心 许多重要的学者 都到过纪下学宫 齐威王 嘉许这些文士 任命他们为大夫 还帮他们盖了高大的宅子 铺了平坦通畅的大马路 对他们非常尊重 史记记载 齐威王对他们 揭命约列大夫 为开地康庄之渠 高门大巫尊宠之 康庄之渠 演变为康庄大道 用来形容四通八达的大路 也用来比喻光明的前途 秦朝末年 百姓受不了朝廷的暴政 各地纷纷举兵抗秦 各方势力经过一番角逐 最后形成了刘邦和项羽 楚汉争霸的局面 项羽和叔父项梁 当初为了号召人民 一起加入抗秦的行列 勇力楚怀王做傀儡皇帝 各处抗秦的义军 也都遵楚怀王为义帝 项羽表面上尊崇怀王 实际上并不听从怀王的命令 不但自己称号西楚霸王 还强迫异地迁到长沙 后来甚至加以杀害 刘邦听闻楚怀王被杀 为他举办丧事 同时公开指责项羽 天下共立异地 北面是之 今项羽放杀异地于江南 大逆无道 项羽杀楚怀王罪性重大 严重违反了君臣伦理 大逆无道演变为大逆不道 违反伦常 罪恶深重 《论横》是东汉学者王冲的著作 里面有一篇《冯玉》 写说如果要在政治上一帆风顺 最重要的是要有好时机 遇到一个提拔自己的人 为人品性高洁 并不保证能够当官 江太公 伯夷都是贤人 但是江太公受风 伯夷却饿死在首阳山下 虽然都很有才能 但是道虽同 同中有异 智虽和 何中有离 人的境遇不同 结果也就完全不同 终究是取决于 是否生逢其时 智同道合 只彼此智趣理想一致 东是东家主人的意思 因为主位在东 客位在西 所以主人就叫东 像是电东 房东 东道是设宴待客的意思 东道主 指请客的主人